俄乌战争还在持续 其实这场俄乌战争 真的是大大的影响了世界 包含7月16号的时候 普丁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提到了俄罗斯专家 采用逆向工程 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西方国家不是 给了很多武器吗 这些先进武器 只要被俄罗斯给捡走了 他们就会用逆向工程 来破解近距离检查 研究西方技术 但事实上这种逆向工程 其实不是秘密 很久以前就在做了 乌克兰也在做 但是为什么普丁要特别讲呢 我觉得这个意味是不是 也有在警告西方国家 你在给啊 看你敢给什么 你在给最新的武器啊 你敢给 我只要捡到 我就逆向工程来给你破解 坦白说西方给乌克兰的武器 都不是什么很先进的啦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他逆向工程一下就知道 怎样破解你更快 拿什么武器来攻你 对啊 因为坦白说啦 你美国最近给他急速炸弹 那俄罗斯说那个我也有啊 对不对 那英国是提供了乌克兰更好的防空飞弹 那也许也有被人家捡到啊 那你如果说是坦克啦装甲车啦等等 那一定都会被捡到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俄罗斯在跟西方讲了 那你还要再升级吗 就有点呛的味道 这个心理战很厉害 坦白说啦西方也不敢给乌克兰更进一步的武器啦 怎么说呢 不因为他们真的怕打到俄罗斯啊 真的怕俄罗斯到时候真的使用核战术 不是啊因为你如果提的太先进的武器给乌克兰 乌克兰就可以直接说你介入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是留了一个灰色地带嘛 说啊你北约没有介入 事实上北约早就介入了 就是他早就派一些专家啦 还有一些退役军人都进来了 英国是最明显都被抓到过 那俄罗斯现在还暂时不把它解释为你介入 可是如果是先进武器 我坦白说乌克兰人也不一定会用 所以就必须要有北约的人进来带操作 对耶 现在一直在炒F16嘛 那我就可以认定就是你干的 你已经介入了 那我可能给你误炸啊 我就不小心炸到波兰啊 我举例了 我不小心给你炸到这个就是罗马尼亚 那我就说因为你介入啊 那我又没有去打你 你知道我意思 就我如果我就打一下波兰 然后我又没有去侵略你 对 那请问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灰色地带 就是看普丁怎么认定 你到底有没有介入 还有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了一个讯息说 有一名俄罗斯的士兵 因为他击毁了德制的暴二坦克 哇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奖赏 100万卢布啊 这当相当于是34万元台币的奖励 另外呢美国不是像乌克兰也提供了 M2的布莱德雷的这个步兵战车吗 结果你知道吗 居然说将近三分之一已经损坏或遗弃了耶 所以就像亮哥所说的嘛 给你这么先进的战车 你真的会开吗 你会修吗 你会后续的维护会保养吗 所以现在是不是西方国家 我看到很多这个欧洲国家 在这个礼拜 泽伦斯基一直在讲 我还是需要武器 然后英国很不高兴就说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不是亚马逊 你给我开武器清单没有用 那个是英国的国防部长 对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 德国啊 还是在给武器啊 挪威啊 那不是在给武器 是他们承诺很久的武器 终于到 陆续才送到就对了 已经500天以上的这个战争了 已经承诺很久了 比如说德国的鲍尔坦克 就是最近才给的 那本来说可以凑凑凑 凑到多少量 那事实上也没有啊 大概全部加起来 大概200多量 所以都不如预期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大规模的反攻 到现在没有出现 对没有什么力道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春季大反攻 已经夏季快要寂寞了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你如果是很大规模的反攻 然后你战败 那西方可能就觉得你game over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站在乌克兰的角度 他宁可宁心打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有一次性的决定胜负 这个是一个魔略啦 不然我万一太用力 结果就挂了 全部的武器都all in 那这个美国就觉得说 你认了吧 该谈了吧 那人家也支持你 支持不下去啦 所以他变成就是有点 零星战斗 然后有时候我向前一点 那西方媒体就大爆啊 或者胜利胜利 然后又又撤对了 那西方媒体又不报道了这样 对 但是如同刚亮哥所说的 其实很多国家承诺 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 要军援这个乌克兰的武器 其实都很晚 等于是delay 那更何况 我们要跟美国买的武器 钱都付了 但是呢 很多时候这个武器都还没来 尤其这个时程表一再的拖延 但我们今天看到 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美国联邦众议院 通过了一个2024的 国防授权法案 赞成的219票 反对的210票 这个总金额是8740亿美元 包括了鱼叉反舰飞弹 送到台湾的时间表 什么武器可以发射 鱼叉反舰飞弹呢 包含F16 还有基隆级的驱逐舰 成功级的巡防舰 以及季洋级的巡防舰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未来台湾现役的高阶军官 访美期间 可以穿着正式军服 进行军购参访 我觉得这以上总总 不都是在打抗中牌吗 打台湾牌 这个可以说是准承认 可是我坦白说 我们以前美国有大概 几列人不能去美国 就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外交跟国防部长 那并没有包括高阶军官 所以高阶军官现在只是说 你可以穿军装这样而已 国防部长可不可以 还不知道 比如说你可以进去五角大厦吗 所以他还是写的 有一些隐晦之处 那这个鱼叉反舰 他给台湾的也是比较 不是真层的啦 他最多只能射八十公里 那请问八十公里 有达到中线吗 他是不是很怕 就是射程太远 当然是 直接就一不小心就跨越 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到 美国心里还是有一笔账 就他不要提供 明显是攻击武器的 他只给你防卫性的 八十公里你能打到大陆吗 对不对 所以等于就是对方的军舰要过中线 你才打得到啊 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而且他交货的时间又一再拖延嘛 那真的能够在比较远的海面作战的F-16V 你为什么不早给呢 对不对 他现在主要给你的几乎都是 比如说什么自走炮 自走炮 他给你的海马 那个射程都大概只有四十公里 那显然就不是 基本上就是登陆之后才要用的 对 对不对 那刺针 镖枪 那都是进来之后 都是进来之后 对不对 所以他大部分给你的都是 登陆之后的地面作战的武器 是 但是最近的确我们看到了 除了在军武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确有很多弯道超车的技术 比如说像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电池就很厉害 好 再讲比亚迪之前 比亚迪在泰国真的是杀疯了 卖疯了 卖爆 好 那在这之前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数据 中国大陆的统计局公布了 今年呢 上半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GDP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5%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个大陆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的说法 那么上半年呢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 二季度增长6.3%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西方媒体居然还在说 这个不够多啊 这个才这个5.5这样子 然后国际货币经营组织IMF呢 它是预估啊 美国呢 2030年的GDP1.6% 中国呢 是5.2% 再加上最近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就是大家有目共睹 不只在中国自己国内的部分 电动车真的是占了已经50%以上了 以前大家都看 大家都要开宝马啦 什么的奔驰啊 全世界只有这一国 但现在不一样了 那是中国 比亚迪也翻盘了 而且在泰国 泰国现在已经说了 泰国首计卖出2万辆的电动车 里面39% 都是比亚迪的电动车 这个合理啊 比亚迪如果可以进来台湾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卖啊 不过我跟你讲啊 这个跟国家政策有关啊 因为泰国2030就要探达风 对 所以他现在拼命的在推电动车 这跟政府政策有关 因为你要装电装嘛 要充电啊 中国大陆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就是人家超前准备嘛 他电装的普及率有多高啊 对不对 如果中国那么大 你如果到处充电不方便谁会买啊 对 对不对 那所以美国就有这个问题啊 美国有一些地方非常反对装电装啊 比如说中西部 我去美国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 因为你如果开到某些周 太害怕了 开到某些周 你搞不好找不到电装啊 真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大家心里有个数 因为这个真的是国家政策啊 就是是不是鼓励电动车啊 然后一开始楼上还补贴了耶 对不对 那你觉得台湾呢 台湾是 速度 非常没有认真推啊 你去看那个公车最明显嘛 是是是 中国大陆是一条法令下来全国公车 绿能公车 对 那台湾还不是嘛 是 太明显了吧 因为那公车还摇摇晃晃 吵得要死 的确 所以跟国家政策有关啊 那泰国就是东南亚最积极的 新加坡不算啊 泰国就是最积极的 为什么呢 不他就是觉得 因为他以旅游 旅游为主的国家 而且他其实也是抢一个商机哦 没跟你讲啊 泰国本来就是日本的汽车的中心啊 Toyota都在泰国啊 那最近Nissan要去印尼嘛 所以他本来就是东南亚的汽车制造中心 那泰国政府也是聪明的嘛 坦白讲泰国高官几乎都是华人啊 所以他就想看到中国电动车起来了嘛 他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 东南亚电动车以后都在我泰国坐啊 他一定会这样思考的嘛 就是未来电动车的组装啊 生产基地就在我泰国东南亚的部分 因为过去Toyota就是在泰国啊 所以他这次眼睛很锐利啦 你日本做的慢 我就直接把中国引进来大概是这样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你知道吗 大家白色都很好耶 所以呢现在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呢 其实很久之前 然后最近几年呢是2020至今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厂 在泰国已经累计投资了14.4亿美元 包含了比亚迪 长城汽车 还有上海汽车 那么再来刚亮哥提到了 有关于政策的部分 泰国的总理府的副发言人拉查达 他今天也说 泰国政府推了3030的政策 就是2030年电动车在总量 要占比30%的目标 那么再来呢 泰国是东南亚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跟出口国 也是仅次于印尼的第二大销售市场 那么日本这么慢 那中国大陆当然随时都有机会取代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 等一下我们再请亮哥继续评论 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厂商比亚迪 不仅在一季度首次拿下国内销量冠金 而且更积极地进入越南 泰国等东南亚的市场 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 泰国2023年首季卖出的近2万辆电动车当中 有超过39%的比例来自大陆的电动车比亚迪 毋庸置疑比亚迪成了泰国电动车的新霸主 也威胁当地的日本车地位 尼桑日产汽车的泰国分公司 找来连台湾人也不陌生的当红泰国女星 凭采纳代言 早在1962年 尼桑就和泰国在地车厂 纤罗汽车成为伙伴 从每天生产四辆车做起 如今纤罗汽车从一个经销商 壮大为泰国的汽车业先锋 但副总裁却说 纤罗汽车已和数家大陆汽车制造商 洽谈结盟可能 特别是高阶电动车 反映出泰国车市正在快速转变 泰国汽车年产量约250万辆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在2030年 将其中三成汽车转为电动车 包含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等中国车厂 更是没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自2020年以来就大举投资泰国 金额累积超过14亿美元 积极布局打算在这个 过去由日本称霸的汽车市场 开辟新战线 至于被比亚迪视为头号劲敌的特斯拉 执行张马斯克五月底亲自视察上海厂 效果似乎不错 截至2023年7月12号 特斯拉中国厂已经累计生产100万辆 然而大陆出口最强的车 并非一般人想象的中国制特斯拉 而是大陆国产汽车上汽集团 根据陆媒快科技报道 大陆车业近年来蓬勃发展 2022年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 陆媒指出就出口汽车来说 中国车有望超越日本 接着林涵作报道 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发展 也包含了 因为它市占率很高 那在更新的技术的研发 其实资金也是有了 然后这个市场又很大 这个是世界的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了 泰国现在非常的积极 甚至路透社有一个报道 中国电动车的浪潮 在重塑泰国汽车业 而日本在这方面进展缓慢 如同刚亮哥所说的 日本以前在泰国发展是第一名 但是呢 马上就翻盘了 因为电动车追不上 日本怎么了 日本主要就是在抗拒 因为他就认为 他要发展出 他自己的电动车的系统 那一开始是走混合路线 那油电混合就是 没有变成主流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特斯拉还有中国都走全自动 全电动车的这个技术规格 对 所以日本有点赌错了啦 他走有点混合嘛 然后他就一直很坚持 日本人就不愿意认输啦 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啦 所以他现在在拼什么呢 他现在在做比目前零的时代 更高阶的电池 可是那个能不能做出来还不知道 对啊 在没有成功之前都是零 就是零 对没有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道路 他是先打败韩国汽车嘛 那现在又开始 他现在的对手就是日本 那个太明显了 因为在亚洲 那韩国汽车我认为已经被打败了 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国外的市场 大概除了美国之外 在东南亚 在中东 在南美洲 然后在欧洲 我认为中国的车 大概已经打败韩国汽车了 的确 那现在开始挑战日本汽车 所以中国啊 真的是弯道超车 而且是真的是超过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个 这个不能叫弯道超车 这个叫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起跑 那中国道路只要 然后跟大家一起起跑的 大部分都赢啊 你知道我意思 我懂 比如说你如果是半导体 你突然弯道 那就很厉害了 有一些他是比人家晚做 比如说面板 那韩国那个 有一种技术是他独有嘛 那中国大陆现在市占率到了15% 可是电动车 大概都是从零开始的 那这一种了 中国都不会输人家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 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分力量